哈喽大家好我是准眠眠 这个视频是隔很久很久 大家都一直都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视频 终于在今天我做了准备把它给决定拍出来 首先呢先给大家更新一下近况 最近为什么就是视频这么的不定性的在出 是因为呢我最近回了国嘛 就是说见爸爸见爷爷奶奶 然后呢见朋友见亲戚 所以呢就会很忙 每天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可以拍视频 也没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剪视频 所以呢今天难得有这个时间给它拍出来 之前呢我发了一条微博 我说最近打算拍一个分享留学经验的视频 大家有什么问题就都评论区留言 然后我会整理 然后来回答 所以呢当时就有很多很多 几十个吧问题 有些呢是类似的 有些呢又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我就都整理好了 放在我的电脑上 然后呢就给大家分类来分部分来跟大家说 然后呢时间线呢我会放在 大家就可以自己去看 你想看哪个部分 你就去看那个时间线 我先总统的说一下 第一我先说一下自己的经历 然后呢就到了问答的部分 问答的第一个部分呢是 什么样的人才适合留学 费用是什么 然后如何去准备这个留学的工作 需不需要终结 安不安全 第二部分就是你留学 决定留学了以后呢 你要学的什么专业 什么时候出去 对于各类专业的就业趋势 还有移民 第三个部分就是 你如何学习英语 如何与当地人去相处 如何在 混进当地的那个圈子 如何做作业 如何写那种文章 论文这样 然后到了第四部分 就是第二个部分 就是你准备要出门了 你要带着东西 带着行李 药物 或者是如何租房子 养宠物 驾照 那就是这类问题 然后呢我们就 立刻开始 我大概大概讲一下啊 我大概是16岁出的国 我在国内读的高一 所以一出国当时是交换生 那一年的话就是 嫁过去比较低 因为一个是交换生 就是政府是有补贴的 然后当时我只能去公立学校 所以呢学费是不用出的 第一年我去的是 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 带了一年 然后是有一个住宿家庭 住宿的母亲呢 是一个美国的摩门教的人 很好 然后呢住宿 同时还有一个住宿姐姐 那住宿姐姐 等于那个摩门的那个 妈妈领了我的同时 还领了一个挪威来的人 然后我和他年纪很近 他就比我大一岁 所以我们两个的关系很好 到现在我都还是会联系 我在国内念的高一嘛 那个时候我还是班里的英语课代表 所以我的英语其实不差的 我出国了 英语不差 但是我出了国才知道 我的英语有多差 就是我完全没有 语言表达的能力 我完全没有跟人沟通的能力 所以那一年过得是 怎么说呢进步非常的大 因为我这个人的个性呢 是很很开朗 就不是自夸号 就是我很跟 这样子说好 我很爱跟人讲话 我一天不讲那么几十分钟 我不舒服 当时的我呢 就是一定要拉着人跟我说话 哪怕我讲不出来 我也一定要拉着跟你说 不然不讲不舒服 这个心里面 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诡异的怪的 这么一个个性 而导致我很爱说话 所以呢别人也 而且我的性格比较爱开玩笑 然后呢比较喜欢个人打成一片的 所以呢那些美国 他们对我也很好 大概呢第一年呢就是这样 然后第二年 因为成绩比较好 然后我爸就说 那就留在美国吧 然后呢就去了私立的这个高中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读的是美国的senior 就是美国的高四 然后但是是国内的高三 然后所以呢第二年 我就去了芝加哥读高中 然后那是私立高中 我记得一年的学费是六千刀 当时其实是有中介的 是找的之前去交换的那个中介 因为你做交换生 你不可能 他就很难自己申请 做交换生的话 你是要自己去找中介的 然后第二年就是懒得 所以呢就在找到中介 当时中介是跟我说 有西边的可以挑 西部呢就是加州 东部呢就是纽约 波士顿那些地方 我都不想去 我想要去中国人少一点的地方 因为我想要就是 英语学的更快一点 第一年过去的英语是还不错 但是只在国外那样子 环境待过一年的话 我觉得还是不太不太够 我觉得还要提高 然后所以呢我就说 我要去人 中国人商量较少的地方 就是中部 也就是芝加哥那一边 所以呢我就选择去的芝加哥 我住的也是技术夏天 技术妈妈是一个泰国人 然后那个中介帮我找到 是泰国人 然后她有一个自闭症的儿子 大概是10 当时是15岁左右这样 那一年的英语学的 比第一年要快得多 如果你是高中出去 或者是如果你想要给你的孩子 让他高中出去的话 我强烈强烈 真的强烈建议你 不要送到加州去 加州大部分的这种学校 中国人都超级无敌多 就除非是环境迫使你 不然我觉得你很难 你把中国的人的圈子给推开 然后去跟外国人玩 这是很难的那件事情 实话实话 这真的是很难的那件事情 你说我来说中文 我这么轻松 这么如一 这么简单的那件事情 而且又有亲和感 大家都是以后国家来的 都是一样的文化 说的一样的语言 这么好相处 为什么去跟外国人交流 只能你自己想办法 让你自己远离中国的圈子 建议大家选择小一点的学校 小一点的学校 每一节课 老师最多最多面对二十几个学生 他可以很快地借助你的同事 他可以很快地掌握你的弱点 然后他还会愿意 花时间跟你说 你来我办公室 我带你做业做一遍 因为当时 我说住这家庭 然后接触家里 那个妈妈很忙 她每天大概五六点才会到家 然后当时 因为美国的学校下课是比较早的 就像我之前上的那个公立学校 就是在拉斯维加斯大街 下午一点多 两点钟就去放学了 到他们到了芝加哥 这个是早上七点多 快八点这样子开始 然后到下午三点钟放学 所以下午三点钟放学 我真的是没什么事情做 然后我都会选择留在学校 要么跟朋友玩 要么就去老师办公室玩 要么就去老师办公室玩 要么去老师办公室 要么去写作业 要么就跟老师聊天 就是都是在进步我的这个语言 高中一直都是找中介的嘛 后面就觉得中介费还蛮贵的 父母就问我 能不能就是不找东西自己来 我说OK 那我就自己试一试 然后大学的申请的部分呢 就包括说 美国的大学 我问我当时 我是只申请了美国的大学嘛 美国的大学那是这样子的 就是申请的部分呢 大概是依依你的考试内容 要么考SAT 要么就考ACT 这两个考试 要么然后呢 就是你的在学校的这个成绩 然后呢 还有呢就是这个 personal statement 大概就是讲述你个人的经历 介绍 介绍你自己 还有老师的推荐信 对 因为我没有找中介 所以我没有非常的了解 每一个学校它所擅长的专业 还有我的这个水平 可以去对到的 对应到的那个学校 我没有 我要么就是非常厉害 就是那种 全美前十的当中学校 要么呢就是 全球五十靠后的学校 我只知道好的 有西北大学 芝加哥大学 差一点的呢就是我 就是之前读的那个 CU BORDER那个学校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觉得 到当时比较吃亏的 一个地方 大二的时候呢 我就去了韩国 做交换生事学校的一个program 好那我就去参加了 因为当时我报学校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会 就是在高中想要报 报考学校的时候 我就知道CU BORDER 有这么一个项目 我当时就想去了 所以呢 其实就是一个 让人进入到一个目标 就是我实现了一个 小目标的 这么一个事情 所以大二呢 是在韩国的 岩氏大学 就是韩国的前三 读的一年 就是前半年呢 是住在学校 但是我不喜欢 就我全是外国 每天都讲英文 但是当时我去韩国的目的 是想学韩语 所以后半年 我跟那个中介说 我要去基础家庭 所以后半年我是在基础家庭过的 但是就是半年的基础家庭 其实并不能够 就是我觉得能够改变很多 韩语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 没有这么这么的 多 大二结束了以后 我又回到了本来的那个 CU BORDER那个学校 读了大三大四 大四的时候 本来是想要毕业回家了的 后面我爸说 觉得我最好去读一个研究生 然后当时因为时间很晚 来不及了 我就只申请了 CU BORDER的那个 Business Analytics 那个专业的研究生 然后多了一年 最近就是一年毕业了 然后呢找工作 算了在美国的时间 其实是有四年 不 六年 其中就那一年是在韩国 就不算完整 整个人在美国都是六年的时间 然后就到了 问难的部分 首先那第一部分就是 什么样的人士和留学 费用是什么 以及如何着手 开始准备留学工作 需不需要证愿 安不安全 首先我先说安不安全 关注我的朋友 他们都会跟我留言 跟我说我想要去美国留学 可是我爸妈说很不安全 他们不放心 我去 其实说实话 我觉得没有这个担心的必要 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上学 其实都会有安全隐患 那问题就在于 你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美国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 不太一样 那美国它是可以带枪械的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 到了那个地方 都可以买到枪的 并不是他要有那个镇 买枪械 允许买枪械的那个镇 他才可以去买 大部分是没有那个镇的 美国它的安全是这样子 就是街上没有什么偷啊 抢啊很少 就相对中国老师是比较少的 来呢大部分都是来着大的 就是要么就是死啊 要么就是炸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但国内呢就是小的较多 就是偷啊抢啊的 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像什么杀人啊 这个就相对来说少一点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 它安全的部分 和不安全的地方的 就是你出门到去 小心一点就好了 尽量不要去到穷人的区域 因为穷人多的地方 就坏的人多 大家不要出国 不要太害怕黑人 黑人非常的友好的 黑人其实非常非常正常 而且黑人就是非常特别的人 他们的文化和我们中国的文化 是很相近很相近的 结婚之前也不能同居 然后呢 你一定要父母满意 你才可以去结这个婚 就不要去就觉得 哦黑人很恐怖 我不要去跟黑人交流 千万不要有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留学 那刚刚介绍我自己的时候 我就说了 就是这么对比下来看 还要看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留学 是为了这个学历的话 那你就不要管那么多 那你就去 因为你如果你想好你的学历 那你肯定就会一心只想要学好 这个学习 就是把这个成绩练好 然后拿到毕业证 但是像我的类型呢 是属于我喜欢交朋友 我想要把英文练好 我对于语言有一种执念 就是我想要我的口语听力 听力能够比较出众 比较像当地人 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所以呢 我会更愿意的去跟别人交流 但是实话是说啊 我认为什么样的人适合留学 最好还是性格开朗的人 性格如果比较安静 比较喜欢一个人的这样子的个性的话 出国可能会受不了 朋友一般不会主动来找你 你得主动去找别人 费用 有人问我说每年学费家生活费大概多少 如果你是读高中可以很省很少 因为你要住寄宿家庭的嘛 寄宿家庭会包吃包住 没有什么地方你可以花钱的 但是大学的话呢 可能一年得要个学费加生活费 我觉得四五十万是应该要的 而且这个四五十万是一个 生活水平大概是个中等偏低的 这么一个水平 就是申请大学的流程 就像我刚刚说的大概需要的 就是那最重要的就是那饲养东西 然后大家有很多人问需不需要中介 中介这个东西我的实话是说 我个人是觉得需要真的需要 就像我刚刚说过的 就是如果我当时有中介 中介会更给我一些介于这种保底的和很高的之间的学校 那那些学校万一就其中哪一个会要我的话 我就可以比保底的要再好一点 中介它毕竟有那么至少一时好几年的经验放在这个地方 它知道你的这个成绩你的这个个性 你的这个人生经历可以去一个什么类型 然后可以去那个冲刺一些什么更好的学校 他们是有这方面的表姐 因为知道你这个人什么样 然后也知道每个学校的需求是什么样 它也可以通把你包装的接近那边的那个喜爱 中介有非常的多 如果选择肯定是大家都非常好奇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的建议呢是更多的去选择一些有专业名校导师的这种中介 那我说的这种专业名校导师呢就是 比如说我想要学Compute Science我想要学计算机 那么我就问中介说那我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但是我比较挑 我又不想要有太过多的中国人 但是我也不想要没有中国人 然后呢我想要这个学计算机的这个学院的课 怎样怎样怎样 那这种比较细的东西是中介这么一个机构无法了解的 但它配偶的名校导师呢就是他们有 比如说你想要去那个学校 那个学校里面有一个人是我们认识的 他要么就是跟你读一样的专业 要么就是跟你读类似的专业 但至少是对那个学校是有所了解的 那可以你跟他聊聊 聊了以后你觉得可以 那我就帮你申请这个学校 这样子呢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配偶的一个 配偶的一个条件 每个人的经历经验人生这个想法 这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找那种可以给你专门定制化配套方案的这么一个中介 这里我了解到了中介的中介 中介呢就有棕榈大道 这次棕榈大道也为我争取到了大很大的福利 大概呢就是我会在评论区放上具体是什么一个福利 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想法的朋友呢 可以去联系一下他们 然后有免费的一对一的这么一个资讯 然后还有个表单链接我可以放到下面 表格内容呢会细化到你具体考哪个部分 会应该要去用到哪一本书 然后或者是你的大二大三大四任何一个人生阶段应该要做什么 这么一个推荐 但是我还是要说就是棕榈大道只是众多中介机构的其中一个 那大家还是得多比较多去了解 因为这个行业还是比较的大的 然后还有人问说有申请研究生需要注意做哪些准备 然后导师看中的是什么 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是人生经历 除了上学之外的时间你在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时间然后你考虑要去升 考虑要去升国外的研究生的话 强力建议你去实习 最好从大一开始每一个暑假都不要放弃 每个暑假都去实习 一个月也好两个月也好整个暑假也好都去实习 然后导师很看重的其实就是你除了学校之外 你会做什么事情来丰富你的人生 build your character 你会做什么事情去build characters 然后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去国外读研的话 会不会很难很费力 我的经验是会实话实书 你可以很轻松的读 你也可以很困难的读 就是看你的选择 那我的建议呢当然就是不要太轻松的去把它读完 因为在国外读书有很多的学校或者有很多的专业 他都会做更多的是以小组形式的作业 一个呢是锻炼你们的领导能力 然后呢就是团队的合作能力 然后呢就是也有个人能力体现在里面 所以呢就是国外很多都是大部分 从大学开始 从高中开始我就能感受到 大家老是很喜欢把大家分小组 小组来自己做事情 一个团队合作起来 把事情做好是放难的 一个呢是要看小组的合作能力 一个呢是要看个人的能力 每一个人都强才可以 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取长补短的能力 再有一个就是他们的沟通能力要好 因为他崩了的时候怎么办 对不对 然后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能力 我觉得是国外的学生 可能比国内的大学生比较强的一部分 就是做presentation的能力 国外的教育下是从高中开始 就时常会要做到presentation 包括你站在台上的演讲 你个人的演讲 你团队的形式的演讲 都非常非常非常多 很难很费力大概就是在这方面 我认为 然后呢到了第二部分 如何选择专业 以及各类专业的就业趋势 还有移民这个问题 有人问我说专业如何选择 文科类专业在美的就业情况如何 有哪些方面的选择 首先第一个问题 他那我怎么问那么多 专业如何选择 我这么多年看来啊 呃 最好找工作的专业 我觉得在国外呢 在国外都一样吧 如果你逻辑思维很好的话 请你去学computer science 请你去学计算机 或者去学applied math 就是应用数学 或者是数学很很吃香 就是比如说你学的是应用数学 几乎你在每一个区域都可以干 其实比较累的一点就是 你不能说这四年大学读完 你可以用四年的知识工作一辈子 不可能 时代变化的太快了 你可能每一年 或者没两年 你就要再学一些新的东西 他又问文科类专业在美的就业情况如何 实话说很不好 真的不是很好 我有一个学communication 的这个专业的朋友 他现在是在 在华纳兄弟里面做讲解员 他很开心啊 每天跟不同的人说 说话 然后每天见一见 不一样的明星 然后来去 他很开心 就他虽然学的是communication 但是他真的蛮开心的 就看你们个人了 实话说真的是看你们个人 但是如果说让我再来一次 我不会选 international affairs这个专业 就那么就激励一下自己把数学给学了 但是我看来大部分出国的孩子 是分两个类吧 一类呢就是学computer science 学计算机的 另外一类就是学商院 包括金融啊管理啊那一类 学金融管理这一个 其实实话说我没有非常的推荐 因为我看我那些学商的朋友们 他们回国了以后 要么就是家里面想办法去保险公司工作 要么就是家里面想办法去银行公司工作 所以说如果你家里没有办法 把你往那些地方推的话 就不要选择这个方面了 如果你要选这方面 那建议你还是把研究生也给多了 上大学需要做一些什么准备 上大学之前呢 那一个假期我的建议就是封丸 因为那个假期可能我觉得最好 我希望那个假期能够成为你这个 人生的最后一个暑假 因为我希望你别的所有的暑假都去做实习 然后到了第三部分 大家最感兴趣的一个部分就是 如何学习英语 如何与当地人相处 如何做论文写作业 第一个问题 容易容不进当地学生的朋友圈吗 不会啊 个人选择啊 一样看个人选择 因为之前我是 那一年都在跟外国人玩 只要跟那一年 又在跟更多的外国人玩 所以玩两年的外国人 在大学单一进来的时候 我好开心 终于可以跟国人在一起 快乐的肆无忌惮的聊天了 所以大四四年 我玩的最好的外国朋友 就只有一个 这个口语和这个听力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也不是很不错 我觉得OK了 我在交朋友方面 我想要更选择一些 我聊起天来 不用思考对方会不会生气 然后我可以更舒服的交谈 的这么一类人 所以呢我就更选择了 这样子的类型的人 不容易容进当地朋友圈 除非 你是去一个很白很白的学校 什么什么很白 完全是白人太多的学校 因为白人是 多的时候还是有点歧视的 歧视华人 歧视黑人 他们是有的 虽然说他跟你说 我下次什么时候约你 再去吃个饭 不可能的 再也不过这一天 尤其在我之前在科罗拉多州 那个州是白人很多的州 跟白人交朋友真的实话说 比较困难 所以要选择的话就选择 跟你一样是minority的 要么你就选择去跟黑人玩 要么你就选择去跟 比如西班牙那些人玩 或者是跟日本人玩 或者是跟韩国人玩 反正是不要是白人的人玩 然后现在问题是美国研究生的导师 应该怎么选白人吗 听着女老师和华一 容易很坑 我们知道当时也有人 是一个台湾人的导师 那那个导师说特别好 跟他们说哪些课简单 哪些课学得好 哪些课老师好 让他们自己去选 那个老师是好的 这是当时我读大学的时候 我读本科的时候 导师是个白人 那个导师就还挺坑的 坑过我一次 最好选择一个 看起来不是美国人的男的 会比较好 下一个问题是 怕听不懂全英文的课 如何克服语言困难 语言困难 实话说你报课学不来的 我从小学就开始学着 报课上的英语了 我出国第一年一样的烂 一样听不懂别人再说什么 一样的自己想讲什么 讲不明白 只能单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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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句话 可能得花个一分钟讲出来 别人听不懂 你只能抓着一个人 就你自己得不要脸一点 那个脸就在干上 你想你那个脸不要一年 你一年以后 你英语会比现在 飞上天去 别人听不懂也不管 先是说了再说 听不懂我可以再讲 再尝试再说 对不对 说不通的那上网查一下 我今天去了 蹦床 蹦床怎么说不知道呢 常爱蹦床 别人就懂了呀 或者你不会做蹦床 只听语言嘛 我今天去了 然后别人别人别人 哦 你是去那个蹦床啊 然后就啊 对对对那个单词就是蹦床啊 但是听不懂全英文的课 这个跟感受其实也很有关 你敢跟别人说 别人就敢跟你说 别人跟你说完的话 你就不能听 你听得懂了你才能说 所以其实我觉得语言 学习语言最好就是找人跟你说话 课外打铃功坚持现实吗 不现实 尤其你多研修生 更是不可能 嗯 坚持我更建议大一的时候 或者有些人喜欢把 嗯 所有的课改在大一大二大三上完 大四比较轻松的上 那你可以选择大四做兼职 这的话也就是我觉得别想了 要么大一要么大四 然后有人问说 国内专硕可以去美国念博 嗯 这个我调查了一下啊 我是不太懂的 因为对于专硕这个东西 我也不是很懂 然后美国念博的这个要求呢 又没有仔细的说 这种专硕的东西 算不算 所以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大家可以 哎 最好还是自己去查一下 然后查东西我觉得大家帮有百度 嗯 去用谷歌 如何写essay essay 如何 如何找参考文献 如何写essay这个的话呢 就是 嘿 我还其实挺有发言权的 因为我 嗯 之前本科读的文科嘛 嗯 我高中的时候上美国这边 读高三的时候就是 当时我的英语老师就教过我一个方法 首先第一 你的topic 你的大方向定好 你就开始去读 与那个方面相关的各种书 然后把你读到的可以 摘抄用到你的文章里面 证明你的论点的东西 嗯 拿一个那种index card index card 就是那种正正方方的小卡 或者随便你 你有笔记本啊 你好像笔记本啊都可以 我是个人是喜欢有index cards 然后呢在上面写下来 你是在哪一个文章当中抄到的 谁写的 我作者是谁 然后呢你的那个 美国这边写论文 国内应该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文章写完了以后 最后有一页是要做 嗯 citation 那一页大概就是你要写出来 你所摘抄到的东西是 嗯 从哪里哪里来的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格式 我比较常用的呢 是chicago的 就有要求比如说 是先做这个写作者的信 再写作者的名 然后呢是写体的 然后呢都好隔开 然后呢是这个文章的名字 然后十双一号 或者是写体 或者是什么 都是具体的格式 大家是需要去谷歌自己去查的 然后呢就以这个的格式 摘抄在你的那个index card 那个上面 然后呢把你觉得有用的 这一句话写下来 就是一定要先写一个outline outline它也有格式的 然后再开始做出一些你的 paper的那个body outline里面 你可以先把introduction和conclusion给写过 给大家写好 这样到时候你写的时候就快 快很多 如何找参考文献 嗯 美国人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 你最好老师是谁 不是老师 是google google一定是你最好的老师 google或者是youtube 我的天哪救了我 但是有要求 essay这种东西是不可以查wikipedia 就是wikipedia就是维基百科那种 因为维基百科是大家都可以去编辑的 那样子是不行的 一定要是那种专门的教育机构的啊 或者是图书馆的啊 或者是书啊 这样子的 报纸啊 这样子的东西才是可以摘摘摘抄的 像知道美国留学还有相关移民的问题 移民问题我可以说一下 移民现在非常非常的困难 如果你亲属没有亲属在这边的话 我觉得要读个博才有可能拿到移民 写论文文一点的我就看google 理一点的我就得看youtube 因为人家讲一边讲一边写一边看 我才能够理解到位 是我的最好的这个外网的学习网站分享 然后问英语学习方面呢 我刚刚说了 如果你是担心上课听不懂 或者无法干你交流 那就是找拉个人跟你说 嗯 现在网上也有很多 可能就是那种付钱 一个星期讲一节课的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上了 好吧 最好呢就是找一些想跟你学中文的外国人 比如说今天我们两个人用英文对话 明天有两个人用中文对话 就这样一定要是这样子 一定要是很每天都相见相处聊的那种才可以 手写的或者是 如果是打字啊 手写的这种的话呢 就是练 一定得练 然后得多看英文书 多看英文书是一定有帮助的 饥饿游戏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看 我觉得他的书有点难 有点难 就是对于高刚开始英语的人来说 因为当时我高中来美国以后 我想尝试读饥饥饿游戏 读的比较困难吧 然后名著的建议 大家也不要一开始就去读 会读的比较乏味比较困难 嗯 我建议大家一开始就是读 简单的青少年读物 我觉得我当时最爱最爱最爱的书是 The Fault in Our Stars 那本书非常的好看 嗯 然后呢就是Wonder Wonder 超级也是方方的好看 这两本书呢 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然后呢就是如何适应国外环境 其实环境 我知道啊 因为我这个适应环境是很快的 所以呢我很难就是跟他 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 给自己不要闲下来的时间 然后就是如何与当地人和睦相处 就是 不要亲一发脾气 把自己的脾气留给自己就好 绝会茶叶观色啊 如果别人对你一定不开心 对你讲的事情不高兴了 就不要再说了 然后到第四部分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带一些什么行李 药物 然后如果租房子 养宠物 家账 嗯 首先第一个朋友问我说 如何在挂养宠物 大的城市现在比较流行呢 是去领养 就是反而就是已经病态到 你不领养你就是没有爱心不善良 不要管他们 好吗 请你们不要管他们 想要养什么宠物 是自己说了算 你可以选择要么去宠物店领养 或者也有一些叫做 shelter 那种地方去领养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找breeder 就是专门养这些 宠物的 专门培育的这些人去买 五百万是领养的 五百万的话呢 就是大概一百刀出头 是小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几个月吧 就顶回来 那个时候还小 然后但是像 麻将就是花钱买的 就是领养的 就是大概就是一百刀左右 买的话呢 可能就是五百刀以上 然后呢就是如何租房子 每个地区还不太一样 比较普通 比较常见的是Zillow 是ZILLOW 这个网站是比较多的 但是每一个地方 当地它有一些 当地人爱用的一些网站 是租房子 大家得自己去搜 纽约这个地方 就是你要找中介的 中介可能可以 帮你省一点点钱 比如说租12个月 送一个月这样子的优惠 是中介可以搞定的 那这个就是 每个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要有可能 自己去调查一下 然后有问驾照 我的驾照呢 是在国外考的 是在美国考的 很便宜 如果大家没有考驾照的话 我建议自己去美国考 我那个驾照考下来 2000人民币出头 美国驾照换国家 大概换个几百块钱 那个做那个证 那个方法就好了 整个整个 我拿到中国加美国的驾照 总共花了不超过 3000块人民币 美国换中国很容易 中国换美国 我就不太确定 下个过程是需要带一些 什么行李 然后有人问我说 有哪些要必带的行李 我就喝在一起说 那这么多年经验 真的是经验很多 丰富 必带的东西 我觉得在国内可以买的东西 有收纳 那种小箱子 小盒子 可以折叠的 全都带过去 因为买超级贵 或者是 螺丝粉那里是买得到的 包卷面也是大部分 都是买得到的 买不太到的呢 有火锅料 就是有各种蘸料 比如说我喜欢带云南的 云南的酱 那个叫什么周通酱 那种黄豆酱 我喜欢带那个 用去那里炒肉 就是炒出炸酱来 像我还喜欢带云南的烟菜 或者是云南的那种 蘸料 比六伯好吃超多 在外面改期的话 可以去吃一吃 叫做单山蘸水 超级无敌好吃 比六伯好吃特别多 我还喜欢带 那个酸辣粉 石族人的那个酸辣粉 还有那个白家的那个勾魂米线 因为那个米线就跟 比较像云南的米线 因为肉和水果是带不了的 那就别想了 那就别想了 还有花也带不了别想了 国内刷子很值得买 又便宜 苍州 苍州出的话质量会好很多 那种粘在墙上的挂钩 然后呢 倒药 药的话呢 就是那些中程药 在国外比较难的 买买的中程药 我会带 或者像我会去香港 买一些BillyTone带过去 因为BillyTone 它那个药效比较快 然后我就想带那个过去 还有我胃不好 我会带整肠丸 然后被蚊子定 我会带5比低 那里买那种什么泰国的 香港的药 不是很好买 所以在这里买好 以后再带过去是比较好 然后有人要推 要我推荐一些品价的行李箱 行李箱 我最早出国的时候 拎着是那种 大街上卖的行李箱 行李箱 我推荐 建议的就是往大了买 但是有些航空公司不能买超过30寸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就是买28寸到30寸之间的行李箱 然后我建议大家不要买软壳的 不要买布的 好容易刮铺 尽量去买硬壳的 套那个套子 就是行李箱那种套子 没有太大的必要去套 但是行李箱上一定要挂那个行李牌 之前一直在用的是那种街上买的 但是用了四五年了还是被磕坏了 然后之后就一直在用的是新修丽 新修丽的话 大家也没有必要在国内买 最好是去国外可以去Costco买 而且新修丽在国外 在美国时常就是打折 而且打折口还蛮大的 我去年还给我爸妈拎了两个大箱子回来 因为打折买一阵一 你想的话就是蛮硬壳的就好 然后买万象轮的 然后有那个海关的那个锁的就好了 这些呢就是大家问到我的问题 然后我给大家的解答 然后希望这些解答题能够帮助到大家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这个超留学 刚驱干货视频 然后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够真真真真的帮到你 如果你还有一些不太理解的 或者是想要了解的 你也可以微博私信或者是B站私信给我 我看到我会回你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 接下来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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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